上升或者太陽天平了的朋友 已經來到豬年最後一個農曆的月份 在這個農曆12月 你們自身整體運勢會如何呢? 首先要講一講 看回大家 在這次的12月初一 就是一個摩蠍座的新月 同日發生了一個 我不知道大家在社交媒體有沒有看到 其實是一個日幻食 但基於香港的地理位置 我們只看到一個日偏食 摩蠍座代表了一些特定的主題 剛好在再早幾天之前 就有一個冬至 大家都吃了飯 是星期日 什麼是冬至呢? 即是太陽報入摩蠍座 然後當日那個冬至星盤 它又是重複了某一些特定的主題 詳情麻煩大家 可以看回我最近的Facebook 因為IG IG那天Boxing Day 我是有拍一個Live的 但它現在應該是沒有了 因為它是類似Story那些東西 所以大家要看回那天日食 我在Facebook有留底的那條片裡面說什麼 還有呢 無論是Facebook IG 都還有那個冬至的星盤分析圖 因為它們兩個都是重複了一些不吉利的訊息 但我是有教大家去化解的 教大家如何趨吉鼻孔 所以真的不要錯過 因為我也不想大家新年流流發生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好了 第二呢 我也要作出一個宣佈 就是說 我由現在開始 就會無限期各自拆天亂星座運勢 的滿月版 是不是嚇死大家呢 不是全部以後都不做 只是滿月 15、16、17的滿月版 我就不做了 因為一些種種的因素 但以後我都會繼續一個月一次 就是跟大家說 每一次我們有初一新月 那個新月 OK 然後接著整個星期間 直到下一次的新月 會有什麼事情呢 我剛剛說錯了 就是每一次有新月 初一新月 然後就遮蓋整個農曆的月份 給大家一些提點 然後現在這個就是農曆十二月 即是說直到新樽頭 就說天秤座 好巧啊 即是隨便在我以前的好評圖那裏 我抽一幅又在做背景 剛巧才發現到原來這個背景裏 是有一個keyword 就是講你們天秤座今期的運勢 我給你們看一看 你們猜不猜到是哪一個keyword 我數5 5 4 3 2 1 就是旅行 各位豐平座你們會去旅行 即是你們會有這個好美的機會去旅行 即使你們不爭取這個機會 我 催你們不漲 對不對 即是經常都說 喂 跟你說你會中樂合作 你都要去買才行 OK 那現在就和你們說 你們有一個非常漂亮的翼馬雲 除了有一些小小的東西要注意 OK 注意些什麼呢 看看這裏 噔噔噔噔 對了 也都是由今期開始 我會去incorporate這個星象圖 給大家 在這個星運的短片裏 其實是一個很方便的做法 為什麼呢 大家如果是追了塔仙頓林星運很久 都會經常聽我說 究竟我是 為什麼會這麼準 不是我自己賺自己 但是我覺得我是 deserve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真的給了很多心機 我不是那些每日專欄 那些報紙專欄 那些後門星指數給5顆星 3顆星 我不是的 我是會過三關 第一是開塔羅牌 第二是去看星盤 然後第三 有時候會看上一期有沒有一些 偶段思念 即是一些有關的狀況 對不對 還有我也經常說 我一定是不看星盤之下去開塔羅牌 因為我不想影響那個判斷 然後之後呢 我先是 將第一第二關合起來 去加強那個分析 好了 然後在我錄製這個短片的時候 我是怎樣去做的呢 首先我是拿著這部機錄製 對不對 其實那時候我的前面會有塔羅牌 我看著塔羅牌 但是我都要去看星盤 跟大家去分析那個星盤 但是我已經手拿著這部機了 我還哪個地方可以去找星盤 因為假設我的星盤 都是在這部機上找出來的 那原來我以前 就是會把星盤的資料 就抄在這張紙仔上面 那上面也都抄在那個script 那就會多了一層功夫 OK 但是現在我真的忽然靈機一觸 其實這個星盤 我可以放在這部機裡面 那我仍然都是眼前有牌 然後可以看著這部機裡面的星盤 那我就不用抄一些東西出來這麼煩 那同時有一個好處就是 給大家 尤其是對尖星稍有認識的大家 可以都看一下我 在這裏 所以 真的是一箭雙鑿 好啦 你們那個旅行運 是非常之強 以及非常之建議去做的 最重要就是看一下這裏 水、日月、木 日月相合 因為是初一新月 但是月亮很快會走的 但是呢 水星和木星 太陽都在這些附近 以及水星都準備跨工 因為水星 雖然它現在落陷的 但是它都在 25、26度左右 它都快進入魔傑座 香港人又叫山陽座 然後呢 就跟日 太陽和木星 一起去 跳舞 跳三角原舞 所以 其實你們的旅行運會很漂亮 還有我們看一下這裏 有條藍色的線 不過這個不需要趕著 所以你們的旅行運會好 但是有什麽要注意呢 看一下這裏 金星是你們的公主星 到了同樣元素的水平座 我們叫做Triplicity 加上 金星在現在這個位置 金星在水平座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它都是屬於一個強勢的位置 但是這個古典 這個是我們古典千星的人才會知道 現代千星未必知道 是不是很開心呢 又在這個同樣元素的五光 跟著又是一個強勢位置 但是煩就煩 再看看這條紅色的四分線 它就在四分 天王星 逆行的天王星是金牛座 是一個弱勢的 還有很搞笑就在於 水平座的現代主星天王星 去了金牛座落陷 OK 然後金牛座的主星 金星 去了水平座這個強勢的位置 尤其是對你們天明座 which是由金星掌管 是一個更加開心更加有利的位置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發生了一個 叫Mutual Reception 一個互融 但是又發生一個四分上 OK 所以其實是會 吉中大空 空中大吉 吉空參半好壞參半 那是關什麼事呢 我想說如果你們自己 天秤座你們去旅行 自己去都沒什麼所謂 但是如果你們跟一班人去 就會容易發生一些錢銀上的分歧 OK 尤其是有時候 那些朋友可能會出錢夾一個Pool 對不對 提醒大家 夾那個Pool 真的有些數要清楚 每次大家就拿200 拿300 拿500出來 就不要說我還不夠錢 那我下次再補回 下次補回 下次就不記得了 然後大家就會有很多爭拗 OK 還有記得真的要夾個Pool 不要說我欠著你先回香港 不要搞這些老套的事 直接在那裏去搞定所有事情 或者再老套些 但是為了要均真 就是 写數 写張紙在那裏 或者是 即是當晚 即是去扣好那些數 因為如果不是 之後你們就會開始去吵 尤其是為了這些錢銀的問題 即是借著先 塞著先 之後玩 一定會出事 所以 天明了你們去旅行 自己就小心 即是你們和一班人去旅行就小心 OK 如果你說我自己一個人去旅行 那就沒有什麼問題 反而 也會挺開心的 但無論如何 其實這個旅行都是很開心的 無論你是自己一隻工 還是和一大班人 希望你們好好享受 也都預祝新年進步